启禀小姐,城外拦截的人被云雾打了,受伤不轻,食材也拦不住了。 什么时候的事? 就在刚刚,大概不到两刻钟之前。 哼,无妨,就算他们将食材运回去,也到了午膳时间,他们总不可能将生的食材瞬间变成熟菜吧。 更何况,那些食客等了那么久,早就没了耐心了。 就算他们做出饭菜,又如何? 太晚了,这一次,满江楼死定了。 是,小姐说得及时。 下去吧,给我留意满江楼方面的动静,如果他们要出队,给我拦住所有要盘下酒楼的人。 小姐,你,他们出队酒楼,不是正合了您的心意吗? 酒楼是花池的,他们怎么拿走的,我就要让他们怎么还回来。 是,卑职明白。 宇姑娘坐在院子里,吹着和煦的风,等待着满江楼声明大爹,一败涂地的消息。 但是,左等右等,却一直不见手下来报,竹篮,给我更衣。 小姐,您要出去啊。 满江楼出了这么大的事情,我当然要去看一看。 是,小姐说得是。 花音刚落,一个手下从外面飞奔而至。 齐比小姐,齐比小姐,出事了,那几个被派去阻拦食材的人,全都失踪了。 失踪? 是,他们被云雾打伤,背着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大夫治疗之后,就出去了。 等我回去的时候,他们全都不见了,大夫也没了踪影,屋子里乱成一团,像是被人搜过了一般。 查,给我查清楚,究竟是谁在对付。 查,给我查看。